目前国拼结束沙特大满贯的比赛征战之后 正在国内备战太原挑战赛 按照日程的安排 这一次的比赛在21号将会开始资格赛 23号安排正赛 包括林高远 王曼玉 陈梦这些核心球员 都会努力冲击各个项目的冠军 而在这次比赛即将到来的时候 最近中国拼携因为奥运名单的事情 在外界引发不少争议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王曼玉被陈梦取代 最终落选巴黎奥运会女单的名额 这个名单在外界遭到不少质疑 尤其王曼玉落选 让很多球迷为她打抱不平 有些球迷认为 王曼玉在巴黎奥运会州区 所获得的成绩和荣誉 比陈梦要好得多 所以正常来说 王曼玉应该夺得这张奥运门票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梦最近这段时间 自然遭到不少网络攻击和质疑 甚至最近有球迷指出 陈梦因为不堪忍受网爆 还中途上线 拉黑了不少极端球迷 如此一来 估计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都非常关注陈梦要如何回应 这次奥运名单风波 或者最近她的心情怎么样 接下来会不会有好的状态 迎接太原挑战赛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最近王曼玉落选名单 过去六天之后 陈梦终于罕见首度在社媒发声 从中可以看得出来 陈梦的心态 应该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她的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社交媒体的动态可以看到 最近中国跳水名将 全红产主教练陈若林 在社媒发布了和陈梦的合照 透露自己和陈梦相约一起外出游玩 还发布两个人的自拍 后续陈梦很快在下午四点钟左右 转发这条动态 并且表示自己非常开心 她说好的美女教练 开心的相聚 从这十一个字已经看得出来 陈梦的心情非常不错 根本没有受到这一次网络风波太多的影响 虽然陈梦这十一个字 并没有直接回应王曼玉落选的问题 但是也看得出来 她是在告诉外界 自己不会被网络暴力打倒的 毕竟如果在此次风波不断发酵的情况下 陈梦还直接点名提到名单争议的情况 估计外界会讨论的更加厉害 到时候不管是陈梦和王曼玉或者教练组 最终都可能成为网爆的受害者 所以陈梦主动转移话题 把自己的生活分享到上面 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 而且既然现在名单已经出来争论太多也没有用 陈梦选择主动平息风波 非常高情商 从中看得出来 陈梦并没有和那些极端的球迷计较 也有利于接下来和王曼玉更好的搭档 出战太原战的比赛 按照国评名单的安排 接下来陈梦和王曼玉两个人要搭档双打 后续奥运会大概率还要出战团体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王曼玉这两位国评队员来说 最主要的还是保持好的关系 不要受到外界风波的影响 后续才能为国争光 对于王曼玉两个人要搭档双打 对于王曼玉两个人要搭档双打